大家好,端午节快乐 今天要教大家用超轻粘土做一个简单的粽子 首先我们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青色 把它搓成一个大圆球形 然后把球的一端放在桌子的平面上把它压平 然后我们找一个平面的工具 把平的那面压出三角形 只要转三次压三次就会出现一个三角形 就这样,粽子的底部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往中间压 把上端压成一个尖形 它会慢慢的形成一个平面三角形的精致它形状 我们可以再利用工具 那个平面的工具 把每一面都压得更平 现在我们开始制造种子的叶子 先弄一个椭圆形 再把椭圆形压平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滚轮形的工具 把它压得更平 现在利用刀形的工具 现在利用刀形的工具 在这个平面上花上条线 接着我们的工具 我们这种情况 先看来什么 我们看到了 这个平面上花店 在这个平面上花店 UUU 黑面上花店 在这些意外 在这些城市 我们的城市 最高呢 我们可以再来 再依据金字塔的宽度进行修剪 我们把一端剪成尖形 那就会更像叶子的前端了 现在把地片叶子包上金字塔 现在我们重复同样的程序 制造第二片叶子 再把第二片叶子包在还没包上的地方 粽子的身体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将为粽子包上一层小的绳子 用黄色搓成非常细长的一条线 把黄条线对折 然后我们开始把它转同一个方向的转圆圈 最后把绳子套在三角形上端转一圈 再把多余的剪掉 现在我们在粽子上加眼睛跟嘴巴 把它弄得更可爱一些 我想弄一只眯着的眼睛 所以我弄了一个长条形 再把它折成一个V形 然后我在中间再加一条红形 再加个微笑的小嘴巴就好了 再加一条红形